我们第一个想到的问题 我如果要截取这个刮斧 不是叫你用点两下 直接Ctrl C Ctrl V 如果你这样点两下Ctrl C Ctrl V 资料量少还可以 如果你资料量多的话 那不得了了 你光做这些事情 如果每天都要做 那岂不是浪费太多时间 所以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当然如果说你想得到的 第一个我们可以用内建函数 哪个函数可以帮我寻找 所以游标先放在B3好了 OK所以第一个 我先把它放大一下 因为这个字太小了一些 然后呢把游标放在B3 为什么放B 因为只有B3里面有刮斧 那如果你放B2里面没刮斧 那等于你找一定是找不到的 所以先把游标放B3 那一样呢我们分成三个阶段完成吧 因为有三个函数 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游标 先插入 那哪一个函数呢 文字类函数 首先的话呢我要寻找钱瓜糊 所以寻找的话你可以用Fy函数 OK 那Fy函数一样的道理 它里面其实也会有一些简单的说明 那如果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跟你要三个东西 三个东西的话呢 那当然顾名思义 其实前面的叙述呢 已经算是清楚了 首先的话呢 Fy 顾名思义Fy 寻找 FyTest 意思是它找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哪一个 这个 哪一个 哪一个文字 基本上 这个刮斧也算是文字字元 所以我们先 一样 Test 所以Test你就加一个前刮糊 一样 前双引号 然后前刮糊 后双引号 因为它要Test OK 所以记得 输入的时候养成好习惯 就是前后双引号 那within的话呢 就是去哪边找 帮我去A3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前刮糊 如果有的话 它会回来告诉你说 它在第几个字的位置 123 它跟你讲说 我在第三个字里面 帮你找到 OK 那第三个问题是 star number 顾名思义 从哪一个字开始找 当然呢 如果你这边保持空白的话 它会从第一个字找 可是 如果你这边假设输入 假设说你输入 因为它位置是3 如果你输入从第四个字开始找的话 那你会发现 这边得到的结果就没有 因为如果你从第四个字里面找 当然没有 因为它在第三个字嘛 所以这个请你保持空白的 OK 好 那就3了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就是 就是第三个字 第一阶段完成了 那第二阶段的话呢 我们要做什么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第三届冠军这几个字 把它截取过来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我可以用什么 用mid啦 OK 那mid函数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插入函数 你可以在旁边练习 这个函数非常的重要 用到的机会也蛮高的 第一个问题是 你的字在哪里 要在这里 那你要从第几个字开始 我要从第四个字 因为一二瓜糊在第三嘛 所以第四个字 那我要几个字 要五个字 所以第三届冠军就出来了 但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知道4跟5 这个这两个数字是我自己用眼睛看的 但是呢如果将来哦 我要透过函数自己提供给我这讯息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刚刚好 可以得到这个4跟这个5 那4的话其实可以从什么 前瓜糊的位置的下一个字加1嘛 那几个字的话可以再找后瓜糊的位置 他应该理论上找到应该是第九个字吧 然后减掉应该减掉d的位 d的话是4 可是问题我不是每一次这个字都是d啦 那至少每一次应该是前瓜糊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9的位置有没有 减掉d的前面一个 那就是3 但问题应该是指的是d d应该是d 所以少一个 所以在9减掉3 再多减1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得到的就是5个字啦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我要把需要的资料 把它截取出来的话 那我们第一步一样 先完成find前瓜糊的位置 然后把公式剪下来 第二个步骤的话 就是插入那个mid函数 mid mid 然后呢 三个问题嘛 所以你三个问题 你只要看得懂啦 你应该就知道该怎么填的 第一个问题 Test Test 理论上指的是 那个你要切割的文字 在哪 在A3 第二个的话在哪个字开始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记得不要 选的时候不要选到等号 因为等号是多余的 然后呢 我要的资料 应该是从第三个字的下一个字 所以加1 OK 那要几个字 几个字的话呢 就是 再贴一次 那理论上应该是找后瓜糊 所以你贴上之后的话 可以把这个公式改成后瓜糊 也就是说本来是找前瓜糊嘛 你把它改成找后瓜糊 那就9 再减掉呢 我们前瓜糊的位置 不过前瓜糊的位置 理论上 会等于是少 等于是又少-1 所以 你变成应该是下一个字 D才对 所以记得这边再多-1 同学好像对-1 比较会转不过 实际上这个-1主要是因为 我原来是要减掉的是D的位置 而不是前瓜糊的位置 所以会少-1一个字的位置 所以这个-1是一样是减掉这个相差 相差的这个值 所以减完之后呢 那刚好就得到5 那5的话就是第三届 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把它向下填满 OK 那向上填满 理论上 应该已经蛮接近的 但是很麻烦的地方就是 怎么会有一堆一堆的错误发生 这个所谓的井字号开头的话 其实就是 Essale里面 只要是公式有出现错误 他一律会跟你讲说井 那这个井开头的话呢 其实是错误 那错误的讯息 他会跟你讲说 Value的错误 Value指的是呢 你给我的资料错了 那为什么会有Value错误 主要是因为你叫他去Find Find什么呢 Find钱刮糊 可是问题呢 你这个Value里面 却没有这个钱刮糊 他跟你讲说 你给我的资料里面不对 应该要有钱刮糊 可是你却没有给我 那这样就不对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假设 因为我发现呢 之前很多同学 问问题的时候发给就是会传 其实最好的问里面有问题啦 尽量就是说 可以给我档案 因为我档案一看我比较清楚 不然有时候你们问的问题 有时候太抽象 我还去想 到底那个问题在哪里 其实不太好回答啦 OK主要 那很多同学给我的档案里面 都有很多井字号开头的错误 我发现他们都没有处理耶 所以以后啦 假如说你遇到 类似像只要有井字号开头的这种状况的话 其实呢 你就可以想到一个函数 叫做ifl OK 所以我在旁边先练习 插入 在那个if 所以if的话一定是逻辑 你在if里面的话 就可以找到ifl这个函数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ifl的话 这个是在2007之后的esale才有 所以如果你是旧版 比如说2003 那就没有这个函数 那如果没有这个函数的话 变成很麻烦 你就变成说你要用if加上isale 这两个函数才能解决问题啦 所以 当然理论上现在应该没有人在用esale2003 如果你还在用2003 那当然你就没有这个函数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按确定 那他的这个引数的话呢 总共会有两个 一个的话就是说 你提供给我你那个资料 我帮你检查看看 有没有井字号开头 OK 如果有的话 那当然他的逻辑 如果有valueifl 如果里面有井字号的错误发生的话 那请问一下你要做什么处置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有没有错 有 如果有那就错 把它删除 这个错误讯 删除的话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是双引号 两个就可以了 这个的话呢在这边指的就是 帮我把那个 这个井字号的开头错误 全部都不要让他显示出来 OK 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 OK 按确定 特别主要你不能说你完全没有给 没有给的话 你按确定 他就不知道该做什么 因为他会认为你没有做任何的作为 所以记得 两个双引号 OK 好 那可是你想说老师那如果说 里面是正确的话 那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里面假设 像这个第三届罐里面没有井字号开头 他就放原来的资料在储存格里面 所以你按确定向下填满 有没有发现 他如果完全本来里面是没有井字号的 他就保持原来的状态 可是如果有井字号的话 那我们把它删掉 OK 所以哦 如果我要把刚刚的if air再加到我的公式里面的话 那要怎么加 其实很简单 我们刚刚在旁边练习 如果你要做刚刚的动作也很简单 像我的习惯 还是一样 把刚刚第二阶段做的公式 不包含等号的地方剪下来 然后呢 再插入刚刚的逻辑里面的if air 把刚刚那一串的公式贴到value就可以了 因为那个公式里面得到的结果 其实就是 我们要的那个刚刚在这个提取备注里面显示出来的结果 如果他提取出来的结果 假如有value错误的话 那你要做什么处置 帮我清掉一下 但是如果里面是正常的话 那就不做清楚 那就是正常显示就好了 OK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得到的结果向下填满 OK 这样的话呢 就得到我们要的正确结果了 OK 那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把刚刚提到的有三个函数 分别试试看 第一个是find OK 第二个是mid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if air 那这三个其实都还蛮常用到的 所以这个find find的话先find前刮虎 然后再用mid 再用if air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请各位再练习一下 刚刚才做过录制聚集嘛 如果今天希望 帮我在旁边做一个叫刮虎自算聚集 按下它自动帮我完成 然后再增加一个叫清除 按下它 也帮我把资料清空 那这个地方 如何透过录制聚集来完成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 再来看那个 录制聚集的部分